刹那间,那星光将玄九级的身影彻底淹没 星光涌动了足足三个呼吸的时间,才逐渐平息 众人都是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朝着天空之中看去 圣天妖族的圣子至高无上的存在,如今究竟如何了? 只见出现在那里的是一名白眉老者,正是玄雷 此刻,玄雷亦是满面震撼之色,而他的手中还抱着一名浑身伤痕累累 已经昏死过去的少年,那少年自然就是玄九级 死记,宛若黑洞尽头一般的死记 众人的眼前都已经发黑了,脑供血都要不足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玄九级这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圣子 就这么败了 叶辰说要击败玄九级并不是庄,他真的做到了 一时间,这些圣天妖族的血液疯狂加速着 场中瞬间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热血澎湃 众人都因为叶辰这场精彩绝伦的战斗,而热血澎湃了 而玄秦苍则是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原本他以为叶辰的实力虽然出乎他的意料 但所谓的无敌于还真境初期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可现在看来,这句话竟是事实啊 还真境之下,恐怕真的没有人能够击败着该死的小子了 最关键的是,如今叶辰已经被圣天府注意到了 再想对他动手可是难上加难 而苍玄家众人则是疯了,欣喜地疯了 他们这是捡到大宝了 甚至叶辰的出现可能直接导致苍玄家的地位水涨船高啊 玄血新此刻倒是没有过多的喜色,更多的是安心 他更在乎叶辰的安危 叶辰神色平静地看着玄雷道 前辈,如今我是否能够参加邀天大典了? 玄雷有些愣愣地点点头道 自,自,自然可以 小子,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圣天府啊? 一个在乾坤境就能击败环真境岳极能力极强的圣子存在 并且还拥有了炼道痕印 以及无比浓郁的天腰血脉 年龄还只有二十多岁的存在 这完全是一个活着的宝藏啊 可叶辰却是摇了摇头道 前辈,如今我想要专心于邀天大典 玄雷文言有些遗憾,但没有强求 他知道,叶辰这种性格 你逼他只会适得其反 这场邀天大典的考核 终于以圣子玄九级的落败拉下了帷幕 今天之后,叶辰的名字将会彻底震动整个圣天城 圣天城中 一座宛若堡垒一般的府邸之中 一名手摇雨扇 面容清纯精致 嘴角始终带着一抹若有若无效益的少女 美眸之中闪烁着一丝兴趣 他看着跪在不远处的蒲从道 这么说,那玄九级真的败了 而且还是败给了一名 乾坤敬二十多岁的青年 那名蒲从极为恭敬地点了点头道 丙小姐,确实如此 那少女的目光愈发明亮起来道 看来,这次邀天大典不会无聊了 这座堡垒赫然是玉璇家府邸所在 而玉璇家乃是圣天城中排名第二的家族 另一边,圣天城中心处一座无比辉红 宛若黄城般的府院之中 正有两名青年男子对坐而异 其中年纪稍长,看上去近三十岁的那人 身着白衫,气度优雅 神色淡然自若 每每落子都显得从容不迫 看上去仿若学富武车的文士一般 而在他对面坐着的一人 则是一名面色桀骜 眉宇间隐现沙发之气 身着黑袍的男子 这黑袍青年年轻了几岁 看上去二十出头的模样 两人的相貌颇为相似 此刻,这黑袍青年却是显得有些不耐烦 显然,对这棋局没有太大的兴趣 就在这时,一名老仆步入了房中 对着两人行了一礼后开口道 大少爷,选九级,败了 哦,那白衫男子文言目光一闪 放下了棋子 而黑袍青年则是面色一沉,冷哼道 哼,这个废物竟然败给了一个 深具人类血脉的杂种 真是给我盛天妖族丢脸 若是他没有了天妖印记 也不过如此 什么圣子,徒有虚名罢了 白衫男子却是对着自己的弟弟 摇了摇头道 子龙,莫要大意 你的天资虽好 为人却是不够沉稳 此人既然能够以如此年纪 如此境界击败玄九级 自然有不凡之处啊 说着,他重新拾起了棋子 神色却是冰寒了一分道 这次邀天大典事关重大 我天玄家已经为此准备了数万载时光 这名叫夜晨的青年 也许是你此行最大的变数 不可大意 若是有机会将其灭杀了 但莫要强行为之 以大势为重 玄子龙闻言 面上浮现了一抹嗜血的笑意道 玄九级 看在朋友一场 你的仇 便由我来替你报吧 话音一落 一道极为暴虐的威压 瞬间自玄子龙体内爆发而出 整个圣天城之中的城民 都是不知为何感到心中意涵 但最令人惊悚的 却还不是这威压的强大 而是此刻 玄子龙身上 竟是流淌着道道玄妙韵律 化作了一枚枚赤金色的符纹 在其体表忽隐忽现 这符纹之中 蕴含着某种超脱法则束缚的力量 这符纹赫然是那道痕印 而这天玄家 正是圣天城的第一家族 苍玄家一间静世之中 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正在闭目修行 其周身的气息不断变化 一股极为浓烈的妖气 一散而出 这名青年自然就是夜晨 就在这时 夜晨突然睁开了双眼 眼中爆发出一道 近乎实质的神芒 其胸口处 一道印记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绽放出道道红光 不断地蠕动着 赫然是那天妖印记 一时间 这天妖印记光芒大放 一种极为强大的血脉压制力 瞬间笼罩了整个苍玄家 正坐在厅中喝茶的旋路员 面色褥然一变 手中茶杯被其捏成了粉碎 其眼中浮现了极为骇然的神色 不知为何 此刻他竟是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惊悚 身体几乎都不受自己控制了 一身实力 甚至连五成都无法发挥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连弦路员都是如此 更别说其他人了 一时间 苍玄家众人一个个都是面色惶恐 任谁突然实力骤降 还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压力 都不会好过 不过好在这道微压 很快便消散了 弦路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面线难以置信之色 难难道 难道是 此刻静视之中 叶晨面上浮现一抹兴奋之色道 想不到 我竟然真的能够做到 就连朔老与玄寒玉都是为之震惊了 如今 距离叶晨与玄九级一战 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来 叶晨没有再参悟圣玄祖师的传承 反而开始研究起了天妖印记 如今他在圣玄祖师传承的领悟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小瓶颈 太上天魔体倒是收获不少 不过短时间内想要有太大的提升不太可能 但马上就要进入那上古战场了 叶晨还是要尽可能地在进入战场之前提升一份实力 很快 他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天妖印记之上 当日玄九级使用天妖印记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威压 虽然对叶晨无效 但是很明显 天妖印记实际上拥有对玄妖族人极其强大的压制力 玄九级拥有天妖印记 叶晨同样拥有 而且这天妖印记还很可能是混沌之中的天妖直接种下的 若是能够掌握这种手段 那么他在面对玄妖族人之时将会占尽优势 于是这三天来 叶晨便不断地回忆着当日玄九级施展这天妖印记时的法则波动 妖力运转等等 不过玄寒玉与朔老对此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一来没有传承 即便以叶晨的天资光是看了一遍就要模仿 学习这等秘术也是极为困难之事 更何况是在三天之内掌握 当然若是能够得到传承 一切都会简单许多 二来 虽然都是拥有天妖气息的印记 但能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不确定性太大 不过眼下叶晨也确实没有其他太好的提升实力的方法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叶晨竟然真的成功了 而且效果还不差 甚至可以说 这效果比之玄九级施展之时还要强大得多呀 这简直是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转念一想 叶晨的天妖血脉比之玄九级还要强大 更有天妖圣体 最关键的是 她体内还有一丝真正的悬腰精血 产生这样的压制力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叶晨满意地站起身来 如此一来 她参加这妖天大典 更增添了一份信心 而今天就是大典举行的日子 她身心一动便离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名极为美艳的女子 正是玄学心 玄学心有些惊疑不定地 看着叶晨道 叶晨 风在那威压 这威压与她在叶晨 与玄九级交手之时 玄九级体内爆发而出的威压 极为相似 她甚至以为 是不是玄九级来了 不过玄九级 在与叶晨一战之中 深受打击 现在自然不会出现在此处 叶晨面带微笑 没有说什么 但以玄学心的聪颖 自然已经猜到了威压的来源 她看着叶晨美眸之中的 震惊之色 愈发浓郁 隐约间还有一丝自豪 不过很快 她便是神色一素 将一枚玉剪交给了叶晨 叶晨问道 这是 我认识的 不过很快 不过很快 我认识的